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深夜大雾蒙蒙派兵悄悄登上山 在山上插满军旗 第二天 齐军一看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旗号 以为来了很多自己的旧兵 顿时变得士气大振 北威那边看到了满山军旗 不知道齐军有多少埋伏 心就马上变虚了 结果齐军获得了大胜 萧炎也因此声威大振 史书记载 萧炎精于文学 音律 书法 下棋 弹琴 他的武艺 棋术 剑术也非常出色 对儒学 佛学等学术颇有研究 甚至对占卜这样的事也很在行 他的武艺就连雄才大略的孝文帝袁洪都佩服不已 曾对手下将领说 敌方有个叫萧炎的人 此人十分厉害 你们见到他要格外小心 萧炎的书法清新俊秀 笔触流畅 在中国历代擅长书法的皇帝中可排到前几位 而且他精于如释道三家理论 首次提出三教同园的说法 为唐代如释道三教同园的局势打下基础 他精于文学 他创作的诗歌散文语句 清丽优美 有股淡淡的清雅味道 草色无存深 山河同一色 中周木叶下 编成英枣霜 深潭下无底 高暗长不测 以上此类的句子早就打动了诸多文人 他治国才能出众 称帝以来历经图治 选贤任能 兴办教育 使梁朝在各个方面都大踏步前进 最终让王朝维持了四十多年繁荣的局面 这是在南北朝皇帝里所没有过的 萧衍能建立梁朝 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 更是因为他的自信 早在东婚侯萧宝卷当皇帝时 萧宝卷杀人成性 游戏无度 人心尽失 天下乱成一团 萧衍当时就打算起兵推翻萧宝卷 他对谋臣张宏策说 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位英雄起于此间 张宏策问哪位英雄 是出自朝堂 还是曹衍 萧衍只说了四个字 安之非我 意思就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我 结果不久之后 他果然成功灭掉了齐朝 建立了梁朝 萧衍靠智慧和自信建立了梁朝 王朝建立之后为何能繁荣发展 全靠萧衍的极高的素质和自律 自称帝以来 他每天勤于朝政 不论春夏秋冬坚持武庚起床办公 忙到深夜才睡 冬天手被冻裂了也不在乎 他勤俭有加 多年来只穿普通衣服 不用奢侈的装饰 每天只吃一顿饭 还都是蔬菜和豆制品 一床被子盖两年 一顶帽子戴五年 他平易近人 平时经常和手下人一起下棋和吟唱 哪怕是接见一个乞丐都会以礼相待 不管多热的天都是衣冠整肃 他经常考察地方官的业绩 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 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 大县令有政绩就调到中央 他以仁治国 他手下的官员 无论犯了什么错都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不到罪行 实在无法饶恕 不会有实质上的惩罚 都是以感化教育为主 但他们如果有了功劳 萧衍会重重奖励绝不吝啬 可以说那时的他是个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好皇帝 江南在他的统治下政治清明 百姓和乐 经济文化繁荣 出现了自晋朝以来未有过的繁荣景象 可是如此完美皇帝 他最后的结局却很悲惨 启力的南梁盛世 只是一场美丽的梦 如果不是有个叫侯景的人出现 这个梦还不知能做多久 下面继续说一说侯景之乱 侯景这个人反复无常 先反东卫后反西卫 实在没地呆才跑到南梁 并许诺梁武帝要给他十三周的地盘 梁武帝手下人大多反对留下他 可梁武帝觉得不用刀枪 就能得到十三周的地盘挺好 就接受了他 侯景归降后不久就发现 梁武帝的儿子们都不和 而且都盼着梁武帝死去 从而好继位当皇帝 他就从中作梗 联合梁武帝的侄儿 萧正德一起倒反南梁 梁军多年没有打过仗 过了四十多年太平日子 忽然要打仗了 最终溃不成军 侯景的军队很快就打到都城来了 当时在各方镇守的梁武帝的儿子们 手里都有人马 可都在一旁观望谁也不救 他们巴布的梁武帝赶紧死 他们好继位 那些大臣也没有管的 只要守住我的一亩三分地 皇帝的死活 与我何干呢 结果军队攻进都城 梁武帝被迫退位 被拘禁在宫里 不久便被饿死 他临终前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国家是我得到的 也是我自己失去的 有什么可惜的 不知这看似淡定的话里 有多少无可奈何 那么我们不禁要发问 为什么梁武帝会有这样悲剧的下场呢 无非以下三个原因 原因之一 梁武帝晚年信佛 人有宗教信仰那是好事 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 佛教在南北朝飞速发展 到了梁武帝时达到顶峰 萧衍本身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曾三次舍身到同太寺出家 而且在寺庙里 萧衍也没有放松工作 在念经干活之余 萧衍仍在通宵达旦的批阅奏章 确实勤政无比 而且当时出家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造成了寺庙跟政府争夺劳动力 因为出家人不用服兵役 不用交税 很多人出家都为了逃税和逃兵役 这样国家的财力兵源就会不足 还有政府把大多数财力集中于寺院 财政开支就成问题 所以后来的北周五帝要灭佛 因为他影响统治了 原因之二 人正泛滥导致主亲于上 正婚于下 梁武帝奉行感化教育和榜样教育 人们犯了错他轻易不惩罚 初中是想让犯错者自己难为情 以后就不会再犯了 他认为这比惩罚更有效 这道理看似没错 可实际情况是 有几个人能被真的打动呢 他自己在宫中过着简朴的生活 秦于国正想要给大家做榜样 可他的那些儿子和大臣们却都奢侈无度 从来不理正事 主亲于上 正婚于下是梁朝后期的特点 治理国家不光要靠道德 更要靠强劲的管理体制 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不够有力 没有一个完备的管理体系 那皇帝个人做得再好 也无济于事 架不住底下人不好好干活 所以正像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 和皇帝的个人素质 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原因之三 九品中政治的弊端 九品中政治起初是按能力选拔官员 后来变制为纯粹看出深门地 这就造成了众多门阀士族 垄断某一官职 世家子弟用不着有真才实学 只要父亲是高官 自己从出生起就是高官 南梁后期 因为九品中政治下的士族 不用有才能就能当上大官 世家子弟开始不求上进 造就了一帮文不能做父 武不能杀敌的废物 社会中最重要的士族阶级 变得颓废不堪 南梁王朝表面太平下的机体 已十分腐朽 因此可以说 梁朝表面亡于梁武帝 实际亡于九品中政治 这也就是自我得知 自我失知的本质原因 总之 在梁武帝消炎的一生中 既有大喜也有大悲 他通过自身的自律和刻苦 创造出了最大的成就 也因为自己错误人柔的管理方法 酿造出了最大的苦果 亲手创造了最大的辉煌 也亲手为自己挖坟掘墓 他的一生只能用传奇来形容 无数的后人每次说起梁武帝消炎 心中不禁声出 无限的感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